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选秀节目通过所有禁言 准备要出道之前 因为霸凌争议而被退团的爱豆 从今年3月到5月 在韩国KakaoTV播放了选拔男团成员的禁言节目 The Origin ABO Rock 最终选出了会以男团ATBO出道的七位成员 但是其中成员杨东却在很多论团被爆出了校园霸凌的争议 甚至也有网友上传了 未成年人杨东跟朋友们喝酒抽烟的照片 因为争议变得越来越大 搜索公司就发出公告表示 为了确认事实 透过本人同意 公司有向当时的学校关系人同学们联络 虽然发现到部分事项与论坛上的谣言不一致 但是也确认到 因为杨东在中学时期不适当的行为而受到伤害的同学们 也就是部分承认了霸凌 杨东深深反省自己过去的行为 并且亲自见当时受害的同学们道歉了 不过在确认事实之后 公司与艺人本人经过深度的讨论 最终决定杨东不参与ATBO的出道以及活动了 也就是取消了他的出道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做得很好 经纪公司很聪明 争议一开始就要出掉的 都看到那么多次 霸凌加害者爱豆们会变什么样 为什么这些诈货们还想要出道呢 看这种眼色的也只有中小经纪公司 一定要等被爆裂后才会做得反省 也太好笑了 在学生时期有过霸凌的人 就请你安静的生活吧 现在这个时代 你们做的事情都会被曝光的 所以有那么一点点想要霸凌的人 就算不是想做艺人 你的所作所为会有很大的几率 变成你人生的绊脚石的 千万不要让未来的你讨厌现在的自己 下个消息是 因为疫情两年没有拍摄的偶像运动会 决定重新开拍了 因为阿育的这个节目是粉丝们都不喜欢 但是却又不能不看的节目 所以在NBC电台宣布重新开拍后 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不复活也可以继续躺着吧 不要再做了18家伙们 我家爱豆不要去吧 除了受伤疲累 一点益处都没有 其实自私一点想的话 在阿育典也能看到爱豆们的传奇动突 所以 大家喜欢看阿育典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去旅游的话 是Karina派还是Winter派 我不拍那种照片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浪漫 都来到洛杉矶了 应该要亲自去看Hollywood也要拍照吧 不需要 在电视里看过很多 然后就是既然来了 就要买好莱坞纪念品的Karina 以及完全不会买纪念品的Winter 浪漫派Karina 那现实派Winter 大家是哪一派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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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